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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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的,但是真的急了一点 他的资讯,性,發表都比较急 如果提早多久 你覺得提早些宣佈是多久 其實我覺得應該 今天是星期三 其實應該上個星期開始說 會有這樣的設施就會好些 人家會安排得好些 其實現在說的是社區問題 不只是說小朋友讀小學還是幼稚園 其實說整個社區 這個流感令大家都很辛苦 每個人都病 早些放假就起碼少了這個危機 但是小朋友就很失望 因為最近本來有新的派對 全部都沒有了 所以今天老師都派回所有學校的習慣 大家都有少許操守不及 因為要等學校那邊 或者有些家長是會不方便 要帶小朋友 他們又要聯絡學校 學校就會聯絡我們車公司 我覺得教育會做錯了一件事 因為你十點多鐘才公佈 很多家長會適應不到 以我們所知 應該最好昨天六點多鐘 放了學 你應該公佈 家長有些安排 可能部分家長未必可以即時安排到 明天有人照顧到小朋友 所以學校是由明天至於 到他們原先放假的第一天那段時間 都會安排學校開放 照顧那些學生 如果在家裡沒有人照顧的學生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